民進黨臺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說不尷尬 一旁萬華環南市場自治會會長林盛東也直點頭 而被問到這個問題就是因為陳時中 擔任防疫指揮官時視察環南 林盛東當時現場怒嗆立委林昌佐 時隔一年多三人再次同框 你覺得部長是會做事的嗎 會啊都會做事 講話是會做事的人嗎 我不知道 他不是中山萬華區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做事啊 常走會做事啊 謝謝 萬華成為北市選戰熱點 陳時中週日下午出席環南市場中原普渡 同場活動北市副市長黃珊珊上午也有出席 而在陳時中前腳走後 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後腳也到 對於萬華 對於企圖環南市場的關心 這個心是不變 以前當指揮官是關心疫情 那現在我們要關心未來的一個 疫情之後的政卿 我原來不知道蔣萬安要來 所以沒有這心理準備 不過如果碰到他的話 當然希望他也好好去選舉吧 蔣萬安抵達時陳時中已經離開 中間間隔差不到十分鐘 兩人巧妙錯開 蔣萬安上香祭拜 也和一旁的攤商握手敗票 不過沒有特別再回應媒體問題 新唐人野太電視 持千里曾馨敏 台灣台北報導 市場